老师们要跟着操作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慢慢的操作 慢慢的学习它 那我解释一下下 它有点不太一样 它跟一般你们所认知的笔记软体 有点不太一样 好来 我们一般常用的笔记软体是什么 例如说像我们上次讲的Notion 好 那很多老师会跟我说OneNote 甚至Evernote 好这些都是笔记软体 那这些笔记软体呢 你有没有发现 它们各家有各自的特色 像例如说iPad 它有很多书写的笔记 那也算是笔记软体 好那各家的笔记软体 它们的知识管理的概念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如果以Notion来看 它的知识管理比较着重是在资料库 所以它是大量的data去呈现 然后透过这些data去做分类 分成不同的layout出来 所以它的在知识管理上面上来讲 它偏重的是大量资料型的 所以像例如说我自己做着排课系统 我是每天都有新的课程进来 新的课进行安排 我会把它做在Notion里头 因为它很适合当成资料库来看 可是呢 如果我只是很单纯的把Notion当成收集资料类型的 像我们如果有一些想法 灵感 概念 你用Notion收集 我没有觉得很OK 原因是因为 它是一页一页一页的片段 那这个一页一页的片段 它会是在它的资料夹下很多页面 然后这个页面中就会很多的资料 所以它的资料的建构 你变成你在制作的时候 你要有结构化的整理 如果你没有结构化的整理 你会很乱 非常的乱 好 那OneNote跟Evernote其实很像 他们也是透过 像OneNote是用Tag OneNote是用他们家的分解 分解或是分记事本 去分开资料 但它是在呈现上面来讲 它也是一笔 然后这边是内容 一个资料的内容 意思类推 它也是结构化型的 Evernote也像结构化 它用Tag的方式去框住这些笔记 让这些笔记有相关性 所以这些其实在收集资料上来讲 不太一样 知识库的呈现 如果是以像刚才资料管理类型的 像Notion 那如果你要收集很大量的 例如说像我教学 我要跟生人士AI有关 那我可能这一阵子会大量的收集 跟生人士AI有相关的 不管是报章杂志的 那个电子的报导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像有些工具 我自己用完之后我的心得 然后有一些工具的用法 我把它做成笔记等等的 这样的那么多发散的资料 你用OneNote或是用Evernote 当然也是可以 知道吗 它是比较发散的资料 可是它是发散资料怎么聚焦 串联在一起 这件事就有点难度了 好像我自己呀 最近就有一个想法 像我自己不是有那种排课吗 我有很多课程吗 那假设说A单位跟我敲某一场课程 我一定会讨论一些资料 一旦讨论资料呢 我都会把它放在形式里 可是形式里上面呢 我比较难去快速的找到 我讨论的那些细节 尤其有时候细节 讨论是用书写的方法 那书写的话 它会是变成图片 你要在形式里里面加入图片 我觉得就没有很方便 所以如何去进行资料的索引管理 这件事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怎么去让它可以快速借由索引的方式找到它 好 今天要介绍这一套叫Obsidian 它真的是很不一样的笔记软体 它可以跟我们另外的这些笔记软体 又区分成另外一条线路 所以它比较特殊的地方是 它有知识点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们每一次收集了一篇文章进来的时候 这篇文章本身就一定具有一个知识点 例如说它的A知识点 好那我可能再放另外一个生人士AI进来后 它也会有生人士AI的相关 但是它又像是工具的应用 例如说我的A是AI的概念 我的B是工具 那我找的一折一折的内容 我可以在上面加上一些连结 或加上一些tag等等的 它会自动的帮我把这些资讯 串成所谓的视觉化的知识图 它会有一张树 树状结构 然后这一棵树呢 就会有知识点的串联 它就会自己串在一起了 那当它串在一起的时候呢 如果我在画面中要去找到 生成士AI的应用相关的文本们 文章们 我只要点进去后 它会列出来所有 我曾经找过有相关的 通通都会列出来 所以它很适合 零散片段的资料的集合 零散的片段资料 你可能在收集一些资讯的时候 它的来源都是散的 你可以让它有tag后 它就会相关联关联在一起 所以这是比较不一样的笔记软体 那我觉得它很适合做 因为笔记软体分很多种嘛 它很适合做我发散资料的 零散资料收集后 整理了 把它摆在这里面 所以呢一般来讲啊 我们在呈现笔记时 老师们要有观念 笔记绝对不会是一套走天下 像我自己的也是 我自己有分成这几种笔记方式 那这种几种笔记 网络上很多人在分享嘛 有很多种不同的笔记方式 好 我自己是这样做的 我的灵感笔记 就是突然出现的 那一刹那的灵感笔记 我比较常用 我自己啦 我比较常用用Google Keep Google Keep 它是一折一折的便利贴 我突然想到什么事情 我需要讲话 我需要手写的 比较小片段的相关知识 感觉会我突然想到一个用词 我觉得哇 这个词棒 我要留着 我下次客人搭杆我可以用 我都是记在Google Keep上 那Google Keep它就是一折一折的 我在整理上我会很方便 好 所以这是我平常常用的一个习惯 当我整理在Google Keep上面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看有没有跟它相关 要不要再阔写出来 那第二种呢 笔记就是读书笔记 例如说我可能看一些上课 像你们现在在上我的课也是一样 那上课的情况下呢 我就会拿平板 我都是用iPad比较多 iPad加笔 去进行读书笔记的心得 就是我现在在听课 然后呢 讲师讲了什么 我觉得很重要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就会马上当场把它书写下来 这是我的书写笔记 我的书写笔记全部都是用iPad 那我目前是比较多是用在那个 Goodnote 它就是比较好书写 我都用Goodnote去书写它 好 那再来第三种的话 就是永久笔记 永久笔记就是整理过后的 不管我的读书笔记 或者是我的灵感笔记 我要整理过 或是我网路上收集的那些资料 收集的一些报章杂志相关的资讯 我都是放在永久笔记里 那永久笔记里面我是分两种 第一种的话呢 我会放在OneNote OneNote就比较长久型的 然后它是单则单则单则的讯息 我会放在里头 然后还有一种是比较偏生活化的资讯 我也会放在OneNote 跟教学类有关的 比较属于学术那一大块的 跟我教学类的工作有关联的 我就会放在Obsidian 好 我会放在上面 那放在上面它就是一个一个 所以像我最近在整理 生人士AI的应用 我就会把它放在上头 前阵在整理数位教学的 我就会把数位教学的放在里头 所以它就会是让我把知识结构 可以串联在一起 好 那专案笔记就是专案的啦 就是我有接一些专案等等的 那就是跟专案有关的 那就看我需要哪一种笔记 我再去整理它 所以我自己呢 其实针对笔记这件事是有很多种 那专案的话就有些会放在Notion Notion我比较多是拿来做专案笔记 然后OneNote也会放 但我比较多都是放在Notion 它的页面可以跟对方进行分享 对方可以看到这个专案 今天排的例如说20厂课 20厂课的状况如何 那课程大纲 进度等等之类 我都会在上面书写 那我用资料库就很方便 我就会用Notion来作为我的专案笔记 所以你看 光是笔记这件事有那么多种类 了解吗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去针对自己的需求 然后去思考说 你会用什么样的工具 来完成你要做的事情 那当然你要把全部放在一个 我也不反对 那因为它们功能不同 还有它们的使用的载具 使用的方法不同 我就会用不同的工具来呈现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一个 Ossidian这一套 我会去收集各式各样的资料之后 如何把这些相关资料串联在一起后 我自己再去设计成我的教学简报 或者是教学的内容 那我是这样做的 来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Ossidian 这是我最近在用的 那我会拆开 因为主题不同 我不喜欢放在一起 所以我会把它拆开来 那你现在看一下这里 老师有两大类 一个是生成式AI 你们看到 然后一个是AI工具 一个是教学类型的 这个就是我最近在整理的资料 那我还没有全部给你们看 我就给你们装一点点出来而已 它其实就是进来后的主画面 一格一格一格的 然后它有一个分类 这个分类里面的资料是这样 可以切换 可以切换 这样可以点选 所以你打开后 它就有这些资讯 这样可以这样调整它 好 那看起来就很像是OneNote 或者是Evernote 我只要增加了一页之后 这边就会出现这一页的资讯 好 那OBJ点让大家最惊艳的地方 就是知识串联 很方便 也就是这个知识串联 当我做完了这些资料 我把这个测评来关一下 当我做完这些资讯的话 我可以看到这些相关串联 在一起的资讯 那例如说 我现在呢 如果想要去找 好 这个可以这样滑动 就是滚轮按住可以滑动 好 假设老师想要找到 跟这里 深层是文本有关的 这个 这个洞 深层是文本有关的 我只要点进去后 它会带出这个文件 然后旁边的侧边呢 也会同时间的 再告诉您 在这一篇文章里面 或是这个主题中 跟它有相关的议题 又是哪些 它有串联的概念在 所以这个是其他套 比较做不到的 其他套的话是这样 我们一样可以做串联 我们可以自己加tag 我们可以自己加超连结 可是它没有一个视觉型的图像 让你知道说 我这一个知识点跟另外一个知识点 是哪些是串在一起 所以这是Obsidian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所以那也很适合拿来做论文啊 学术资料的收集 我收集了这些资料后 我给它下关键字 我给它下连结 甚至你不下 它也会自己抓 那抓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自己去做视觉图 或者是用旁边的地方 去看到这些连结的相关性 所以这是它的优点跟特色 那每一套软体的 就是特性不一样啦 所以要看你的需要 你的需求 来决定你要的软体 好所以这就是Obsidian 它的主要的目的性 先听懂 要不然我觉得很多人会 穆萨萨 想说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 大概了解到它的 基本观念之后呢 来 它的其实主要的发想是 所有的资料 神经也好 都是透过网状的方式 来进行连结的 所以当你的资料 有这么多种 你看我最近要收集 甚至是AI的应用 光这个词 就有很多东西了 有文本 有照片 有影片 有声音 而文本 有很多文本的观念 那图片 有图片的观念 当我去看了 这么多的资讯后 我怎么样 汇整进来 我就把 每一个看过的资料 变成一页一页一页 再透过连结的方式 让它们串在一起 变成网状连结 所以它是一个 资料收集 归纳 整理的一个工具 我觉得这样 再讲它会更加的清晰 好 那 这是卡片盒的观念 它其实是有卡片盒的 逻辑延伸出来的啦 那这个你们 我可以自己去网络上自己看 卡片盒的意思就是 这位学者 他是用纸本的 我真的觉得 我也佩服他了 那他用纸本的方法去 标注他每次想到的东西 用一张一张的纸 可是这一张一张的纸呢 有相关联 他会去编码 那他这是用纸本的方法去做的 当然 在找寻资料上面 比较没有办法这么的好找 但是Obsidian的逻辑 就由这个来的 它所有的资料都是一页一页的 零散型的 但透过它所给的编码 去帮你串联 而我们的软体 是用自己的软体去串联在一起的 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有空可以自己去 网络上找一下这个 找这个字词 就会看到影片 我们就不看好不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好 来 那我们开始进到Obsidian咯 首先它是免费软体 所以你们只要下载后 就可以直接使用 不需要登录也无妨 像我自己就没登录 好 但是呢 它是这样分类的 因为它是免费软体啦 但是它也有付费版 它的付费功能就是同步 我如果需要让我的作品 跟另外一个档案进行同步的时候 我上传到云端可以同步 其他载具可以读得到 这个是要付费的 知道吗 好 那如果你是单击使用 就不用 就可以不用这件事情 好 那我是单击使用比较多 但是因为我有那个OneDrive 然后我把我的电脑 整台都就是备份到OneDrive上头 所以呢 我的是可以到我另外一台电脑共享 就是我现在是放在云端硬碟档案 所以我的另外一台 也是直接连到这个云端硬碟档案 所以它们两个是可以共享 但是当然官网是说 这样的方法 什么档案你很容易回损啊 什么之类的 但这个方式就是避掉 让它变成可以同步的意思 那你们刚开始玩的时候 你们就先用单击玩就好 好吧 就先不要玩这个 没关系 好 那我们要先下载哦 好不好 先下载 支援Windows 支援Make 所以两个都可以下载 好那位置在这儿 你们呢只要进到这个位置 就是进到Obsidian的官网 打这个英文单字就好 它中文叫黑钥匙 就点进去 点进来后长这样 好蛮简单的 你就按下下下载即可 就可以安装了 那装完时候的第一页 因为我已经开始用了 所以我要让你们看一下画面 来这是第一页的画面 好等会儿老师们 第一次打开哦 你可以先装一下 打开后是长这样 那我昨天有更新为 昨天最新的版本 好来 您进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笔记 需要一个储存的空间 所以呢 第一个 好你可以建立一个路径 一个资料夹 看你现在希望 想要把这个资料夹 放在电脑的哪个位置 你可以去指定它 可以指定你的路径 所以这是建立存档的路径 了解吗 好 然后再往下 如果你现在出现的是英文的 正常的哦 请把这里改成繁体中文就好 好这可以改 可以改 所以改了后 它后续的界面 也都会是繁体的 你会比较具有亲和力 这样OK吗 好所以这要改一下哦 来再来 好那改完之后进去了后 就长这个 好 然后这是刚才的路径 有没有 我请你们改那个路径 给它挡名 资料夹名称 放的位置 这样就好了 好那它的副档名是这个 点MD 它其实就markdown的格式了 点MD 好所以呢 我们之后回去看档案 只会看到这个点MD的格式 好这正常的 来所以这样的设定就OK了 先上来点建立 找到你要放的路径 按下建立 资料夹名称给它后 就可以再回到这个界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用了 好那记得下面可以改掉 你就按快速开始 就可以进到它的主画面了 然后进到主画面之后啊 真的真的很不习惯 因为它空空的 好来 左侧这一区就是档案列表 这是快捷列 中间是档案列表 所以档案列表就是 您的文件资料 就是摆在这 中间当然就是编辑区 所以你点了某一个文件时的 资料内容在这里面 右侧的侧边 是要从这个才能开的 然后这个侧边 有很多功能可以用 等一下老师会慢慢介绍 好 设定的工具在左下角 这一颗 好左下角 所以它的界面就 说实话也清爽啦 就是简简单单的界面 好来 那你会发现哦 我的界面是白的 有没有 那你们的会是黑色的 因为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它预设是黑色 那我没有那么习惯看黑色啦 所以我都用白色比较多 来在左下角 左下角的设定按下去 好 左下角设定按下去后 您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外观 你们看到 外观 上方有个基本的布景主题 就在这啦 你可以自己换颜色 如果你不喜欢黑妈妈的 好 像这一颗 点它后 外观 基本布景主题 这里 好 那我本来是暗黑嘛 我把它改回明亮 或是跟我的系统一样 所以这是可以改的哦 这可以你自己改 那它是一个免费软体 而且它的工具蛮特殊的 是它有非常多的外挂 所以你可以很自由 自由度高啦 你可以很自由去挂你想要的工具 它都可以从你网路上去下载 直接挂进来 这个我等会介绍一下 好 那我们先进入咯 好 那界面可以改 我把它关掉 就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你一开始在登录的时候 选择储存的路径 你后续想要换掉 例如说我可能已经曾经做过了 我把软体删掉了 然后把另外一台 给档案机器扣过来 MD的档扣过来后 我希望在这台机器里面 汇整之前所有做过的笔记 放在一起 你要修改的话 修改路径 来在左下角 这我昨天找了一下 要改为这个 好 点它 它这边就会有资料库的位置了 重来的 所以你看 如果你想要重新建立位置 在这边 开启 因为它档案是MD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档案汇整 那把档案拿到另外一台机器 你的档案就是移植过去了 知道吗 它就是档案的意思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带走 那档案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存在哪里 像我自己都是预设存在云端中的这里 这是我的资料 那您会发现它的副档名 我看一下 都是MD MD就是markdown的格式 所以就是它的档案本身 这个笔记的本身 你就要移走 要搬家 就把它搬走这样就好了 这样有听懂吗 所以先对结构有概念 好 这第一个 进来的时候的样貌 OK 进来之后啊 再来 那老师如果要开始来建立笔记 一定要先建立啦 你没有建立笔记的话 你没有办法做后面的功能应用 那它怎么建立笔记的呢 建立笔记在左侧栏这边 老师有一层一层的结构 你有看到 这个 这是一层一层的结构 我可以把它关起来 好 然后在这个位置时 老师们可以分类 像我自己就有分类 而分类的话呢 就是点上面的加号 这一颗 新增资料夹 好 你可以点一下 点 好 它就会多了一个资料夹进来 然后资料夹进来之后 你可以打字 例如说 1011的练习好了 好 老师这样打练习 好 它现在是空的啦 那我需要在里面加上文字 文本 加一页的话 好 我们先按旁边的这一颗 放大一下 这有点小 新增资料夹在这 做你的页面的规划 然后这一颗的话呢 则是新增页面 新增页面 好 资料先放到笔记里头 这件事很重要 了解吗 你要先学会建构笔记 那建构笔记的话 大部分 我们摆进来就分成几种 第一种是文字型资料 第二种是图片 第三种是连结 这三种最常见 我放大概就是这三种 资料把它摆进去 好 那如果是文字资料的话 你就自己key 自己打文字嘛 它可以帮你放进来 图片跟那个连结 我等一下会讲 来 那我们先打资料进来 那不好意思 我们懒惰一下好吧 我们直接用TrackHPT 生成文本 直接贴进来 这样速度上比较快 或是去网路上复制 好 那如果你想要快速生成的话 有TrackHPT的老师就进去 没有的老师用TrackAV 或者比较快 不用再注册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来了 例如说我问他说 什么是 深层式AI 请用100字说明 并且列出三个重点 及50字描述说明 好就这样 然后我希望他帮我 产生一些资料 有资料 我把这些资料贴进来 给你们看 那等一下我想要 教老师们的就是 你在建构笔记的时候 你要知道他的笔记 跟其他软体比较不一样 他把我摆成这样 OK来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好复制 其实上面的复制 也可以直接复制 复制回来之后呢 回来 好我直接贴上 假设像这样 他把它贴上资料 好那这个未命名 就是我的标题 这样打 基本资料里面的 地道会先会打 好那在这边呢 比较难的地方是 他输入笔记的方法 比较特别 他是用Moddown的格式 就像Notion也是用Moddown 但Notion它做成功能 让你来选 可是Obsidian不是 它真的就是Moddown的格式 好我先开一个功能 我开侧边栏这个 好侧边栏 这一颗是侧边栏 我先开双窗格好了 不好意思 好我现在这个是 生成式AI 我这边有帮你们 准备了一份Moddown的语法 这是Moddown语法 好我把Moddown语法 进行左右切割 也就是说我现在有 一个文本要看 然后呢我又有 另外一个文本 好我把这一个文本 先打开 一般而言呢 我们都会是 点了这个文本出现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文本 它就换人了 可是这样会比较 不方便的地方是 我的窗格只有一个 那我希望一次 可以看到两个窗格 我会按加号 再多一个分页 多了分页后 我会把画面点 让它显示在这 所以这里就是Moddown的语法 这个就是生成式AI 我今天要打的东西 好但是这两格呢 你在切换时 你都要这样切 好它有一个比较 好玩的东西 就是它可以分割窗格 所以你可以在 生成式AI这里 右键 好它这边会有一个功能 叫做这个 向右分割 向右分割 就是它一次可以呈现 多个窗格的意思啦 你就点它 这我很常用 好打开之后 左跟右就可以变成两个 很像是 Excel的开心视窗 它就这样用的 好那我现在这边是 生成式AI 这边我开Moddown 这样你们就可以知道 Moddown的语法是什么 这边怎么打 好吧我就是分成两右 两个左右窗格 这个可以动 好那什么叫Moddown语法 也就是说你在这边 像我们平常在打字的时候 在word 我就可以在里面 例如说输入字形大小 粗体啦 颜色啦 等等之类的 但它这边没有功能 没有这种反白 出现工具列 让你来选 都没有 它就是要打语法的方法 去呈现它 那老师有列了几个 我平常很常用的 在下面这几个 好常用的Moddown语法 例如说 好我们以这个例子来看 老师前面这是段落说明 好 第三个重点后 来把它点这里 Enter 断句这个没有问题 好然后呢 Enter 断句 然后它有抓到123 你们看到 所以它把123当成是项目符号 几编号了 好然后呢 这些就是没有 广泛应用 好一样的 OK来 这三个是解释 然后它解释的地方呢 首先我想知道呢 深层是AI的几个大项目的重点 所以呢 来 这一格 上面那个段落 这里 Enter下来 这个段落是减数 然后这个是三个重点 看懂吗 这是我的标题 那标题 你在key资料的时候 怎么办 看左侧 标题写法 它有分成了六种标题 颈字号 颈字号 两个颈 三个颈 四个颈 一字类 它有支援到六种标题 所以如果你要让这个看起来像标题的感觉 你就打颈字号 空一格 空一格 再就是标题了 再一次 两个 第二层 两个颈字号 一二 空一格 它就变成是 副标 所以你滑鼠点上去 它会出现图案 但是你离开它会消失 那个就是markdown的意思 它是透过markdown去排版 所以你第一次用它的同学 除了是文本贴上去之外 你要懂 它怎么去排列 一些格式的设定 那第一次学会很痛苦 因为想说 就找个粗题按一下就好了 干嘛还要打语法 很多的笔记软体 只要是markdown格式的 就是打语法 打语法有它的优点 例如说我们 打字块的话 很快的套用 其实是很有感觉的 是很好用的 所以像我很多的 其他我有在用 像Notion它可以打语法 但Notion它有一些功能可以设定 像HankMD 我上课用的另外一个工具 它其实就要打语法 那会的语法 其实很快就可以把你的结构 抓出来 所以是还好 不要怕慢慢学 OK吗 所以这是结构 它是结构 标题喔 标题1到6集 好我们再往下看 那如果是项目符号跟编号呢 来这个是1234 老师如果像这个不要了 就删掉就好 是这样 好来123 刚才我们只有123 Enter的时候 它就会带住这里 所以它这边会有123 然后把它删掉喔 如果啊我要用点点 好这个项目符号 怎么做 您在这里呢 来我这边有帮你们写 那个功能 它其实是 dash出不来喔 看得到吗 看不出来 好它是用dash符号 dash符号 所以您在这个位置呢 就按一下dash空格 这样就好 记得要空一个喔 再次 dash空格 dash空格 这样就好了 它就会快速排出来 所以这是第二种 符号或编号 如果是编号的话是这样 你就打1 空一个 1点空一个 会不会 1点空一个 它就会带出来了 OK好 所以这是编号或符号 你只要会几个动作就好了 这样 这是我很常用的 所以我都会把它记下来 那打久了就会了 好那还有一个叫引用 引用来源的意思 例如说这一行 是我从网络上卡下来的 我要引用 我只要在前面 输入这个符号就好了 就是那个大鱼小鱼的图案 一个就好 好你看我点这里 打符号 这样就好了 空白点一下 它就有引用的感觉 所以这一行就代表着 我是引用来着的 这样OK 好这是当的格式 好再往下 下面就是三种 常见的粗体 写体跟重点标注 例如说 粗体 学习能力 我要粗体 前面打两个星星 空一个 两个星星就好 两个星星 好后面 两个星星结束 卖数点一下 它就消失了 懂吗 粗体 再来两个星星 夹杂文字 两个星星 好 空白结束 因此类推 这一个是粗体 粗体的写法 好 那鞋体呢 来 文学创作 影像生成 音乐创作 这个要鞋体 一个星星就好 一个星星 结束 一个星星 这样就好了 看到吗 这个就会洗鞋的了 所以这两个是 很常用的 粗体跟鞋体 好 那重点标注是等于 等于符号两次 等于符号是重点标注 例如说 这个技术有助于推动 创新跟艺术领域的发展 两个 等于等于 等于等于 其实很好用的 知道吗 等于等于 所以你看我这里 如果是这边 等于等于 这样就好了 你把这几个记下来 很够用 80%都用这个 好 那分隔线 分隔线就打三个dash 打三个dash 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三颗 一 等一下 dash 好 123 Enter就好 分隔线 想会吗 123 Enter 分隔线 换这里哦 最后 Enter 123 分隔线 好 这个就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有可能是因为上一行不要太近 再控一行 再控一行就好了 这是分隔线 所以这些就是鱼法 那 很常用 最后一个是程式码的 就是我可以复制走的 像例如说我们现在在讲 生人士AI我有很多的语法要给学生的时候 或是题词 我就会把它放在程式码区块 那程式码区块呢 是三个撇 这三撇 然后这三撇 它的键盘 位置 比较特别哦 对您可能要找一下 这个它是在项子的项 Tab键的上方 左侧 ESC的下一颗 就是秋影符号那一颗 不是一般的那一撇哦 号码的号那一颗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键盘的Enter 左侧有一个号码的号 不是那一颗 是Escape ESC的下一个 就是秋影符号 金探号的左侧那一颗 它有一个一撇一撇的 要打这个三撇 它会带出来 然后中间就是程式码 布置走上是干净的直 这样 不是程式码 公白点它就好了 这个比较特别 对对对 就是那个三个一撇一撇的 好 你只要把这几个记起来就好了 我大部分又是用这几个 所以我在做那个文本 文字整理的时候 我都是用这几个 MATAM的格式 好是不是可以把它记一下 好 这边可以吗 要先懂得MATAM的格式 OK我们再继续 好 那我现在会打的后 就是收集资料的方法 你就开始慢慢的收集资讯 好 第二个是 图片呢 我现在有这些资讯了 对 有些资料了 那如果我有图片的需要的时候 怎么做 老师会在后面加上图片 好 我把画面切断 就是让左边的分割先消失 好 怎么做 右键 刚才是主右分割 对不对 刚才是切开是他们两个 我们可以把这一个 把它擦擦掉了 关掉 把右边那个关掉 关掉之后呢 MATAM我把它关掉 好 没出现这一个单独的页面 所以那个多页面 你要自己会用 多窗格要会叮 来 如果我下面要放图片 好 像这样的一个笔记软体 它其实是没有真的把图片 就是存进来 没有那种什么插入图片那种按钮 没有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都是复制贴上 那复制贴上有两种嘛 第一种是你截图贴上来 所以啊 如果我是截图贴上来的话 假设这个截图 我们在这边呢 用截图的方式 Windows键 加Shift 加S 这是截图 这样截图 好 截完之后呢 回来贴上去 贴图就好 那这是它的贴图的语法 空白处点一下 它会消失 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在 好 它是个语法而已 我的图片就可以放进来了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这是截图 那截图的话 老师们要注意一下截图的快捷键 Windows键 加Shift 加S 好 这是截图 然后截图呢 的第一次使用时 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 你要先用Windows键 加V 这是贴图 可以吗 你要先会贴图 我会把图贴上去 好 那你先执行贴图功能 Windows加V 它就会出现这个面板 OK 然后你就记得要开启历程记录 打开之后你就可以截图了 了解吗 所以呢 就是Windows键加Shift加S 那这种截图方法跟Print Screen 哪里不一样 Print Screen在截图的时候只能截一张 所以你截完了这一张之后 如果你要贴第二张 你要再截第二次 再贴 第三次再贴 可是呢 这个方法的话是 您只要截 截很多张 贴的时候你再慢慢选 你要贴什么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截图 它用在职场上工作上都很好用 好我们回来 回来之后呢 老师如果要把它贴上去 来这个是截图 我打字一下 把截图的快捷键 贴上去 Windows加V Windows就是视窗键 Windows加V 你可以选 那不是只有截图的 连动Ctrl-V复制的 Ctrl-C 复制的它也会在这个界面中很好用 你就点 它就放进来了 这样会吗 好 那放进来后 你看你只要离开了后 刚才程式码会消失 因为我们是贴进来的 目前可以 来 老师如果不是贴的 我本来就有档案怎么办呀 怎么把它放进来呢 如果你是档案的话 这样哦 来我们看一下桌面 假设 好老师有图片档 例如说 我们找个图片 好这是照片 老师有一些照片档案 那这个照片档案呢 我要吃这个 没有了 我要这个 好如果是照片档案的话 是你们怎么放进去啊 你在照片上哦 Ctrl-C Ctrl-C 很特别哦 复制照片 我看它能不能放 来 然后呢 这边 好这是照片 接上去就好 会不会 很特别 很特别哦 你要去找档案 找到那个档案后 点档案 Ctrl-C 点档案 Ctrl-C 它就可以放进来了 在这个档案上 Ctrl-C 复制 回来它就可以放上去了 所以它的图比较特别 好这个要注意一下下 好那我贴了三张咯 我贴了三张 贴了三张之后 这三张图呢 有点讨人厌 好什么叫讨人厌 在左边 您的面板的位置 你就会看到这三张照片了 对那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用Obsidian 有点不太习惯的地方 诶照片不是应该要存在我的画面中吗 没有 它把它当成复件的逻辑存在着 它当复件了 所以呢 它会直接在这边让你看到 我有三张照片 好那我看网路上很多的教学方法是 因为你不能删它 你这个照片呢 就是实际的圆档 你一删了 那照片就消失了 知道吗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做法是这样 它直接开资料夹 写照片或图片 附加的图片 然后呢 把这些附加的图像 搬进去 拖曳画面不会改变它的结构 拖曳这个不会改变结构 会改变结构是Notion Notion就会改变结构 它不会 拖进去就好 然后我们刚才的这一页在这儿 甚至是AI的观念好了 观念 介绍 说明 好这是我的标题 就是这一页 好那这一页 如果你要把它丢到我们今天的练习的位置 按住它拖进去就好 因为你每次增加的时候 它就会独立的一页 然后你就可以去整理它 所以呢 图片 是这样来的 还行吗 图片 那最后一个是超连结 超连结的话 如果你有一些 好我假设 回到这个首页 我复制它超连结 回来 好连结就直接贴 所以呢 来再一个 好官网 我就贴上去 就这样 它就是个连结而已 知道吗 超连结就直接贴就好了 好所以呢 这个是结构 怎么样去把资料先建构进去 那记得它不是对外的 呈现的排版的 笔记 所以它不是对外笔记型的软体 它就不像Notion 好什么 左右两栏啊 排得漂漂亮亮的啦 不一样 Notion它除了自己用之外 它蛮适合对外分享 但Obsidian不是 呃 我都这样形容啊 Obsidian跟新制图一样 它是您内心的世界 它不适合把你的内心 呃 裸露给大家看 所以你看像新制图在画 其实我也是自己看我自己的新制图 我也不会把我的新制图画完之后 分享到网络给大家看 因为大家会看不懂 每个人新制图的分类习惯或方法 其实跟自己的抓的分类有相关联 所以我的分法跟你的分法一定不一样 那你把你的新制图分享出来 我不见得可以了解你的你的用意跟你的逻辑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新制图很适合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归纳整理 而Obsidian也是 它也是我自己内心世界的归纳跟整理 但这个整理的资料比较偏向大量资料 跟新制图又有点不太一样 知道我的意思吗 嗯 这是我自己在用它的时候的方法 我是这样用的 好 那你们一定要会先建构资料啦 知道吧 虽然它很辛苦 我还要马档天哪 不是贴上去就好哦 可以啦 你就贴上去就好 我也不反对 只是说如果你要改变格式 让你自己看得懂你自己的架构 你就懂马档 一定要学会马档 这样OK 好 那马档好咯 图像也好咯 接下来呢 我们要怎么样让它串在一起 我知道 你们等这儿 等很久 你们超想知道这件事怎么出来的 对不对 没有啦 一定要会建笔记才有用啦 你没有建笔记这个就出不来 好 那我们刚做的那一页呢 我们刚做的那一页就是 深层式AI的观念说明 你点一下结构数 这一颗 关联图 好 关联图 你会发现关联图里面啊 你们的啦 你们的 只会有一个连结 就是它 点点在这儿 而且它跟其他人无关 对吧 它跟其他人都无关 老师希望它跟其他人有关系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多页的观念来进行串联 好 来 怎么做呢 你看 我现在建置的一页叫 深层式AI的观念说明了 OK 它是观念 然后可能是比较偏向说明类的 再来呢 我再建立一页 好 我再做一页 还加号 新增一页 新增都会先往下放 你再搬上去就好 这个我把它讲AI工具 好 就是深层式AI 深层式文本好了 好 我有哪些深层式文本的工具 好 那我在讲这个工具的时候呢 我等一下会有相关的工具的介绍或页面嘛 对不对 然后我在讲这一页时呢 我也可以把深层式AI观念再放进来 让它跟我的这一页产生相关性 而这两页如何产生相关性 你只要在这一页中输入两次的夸壶就好了 你看哦 夸壶夸壶 它就带出来了 中夸壶中夸壶按两次后 它会带出什么呢 它会带出我左侧曾经用过的页面 你的做好的那些笔记 它会带出来 而带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边写 例如说我要 刚才是深层式AI的观念说明 就是这一位 点一下它就带上去了 好 这样就好了 那代表说 好 例如说呢 假设我们要文本工具呢 就是先说明观念 好 那就是带出这一页 对 因为这一页是已经写好的观念页面咯 再来的话再带出工具应用 好 假设是这样 好 这是我想要的这个页面 我可以开始去key我的资料 这边听得懂吗 页面跟页面的相关性 你要自己去抓 自己去加 知道吗 好 就加双引号双引号 好 来 再来 那假设呢 我里面还有其他的议题 我没有用双引号双引号 假设说我带入 我这边有一个 真的是AI 我已经有几个工具了 我又把一些工具打上去 这个AI工具应用 我有这四个 好 AI工具应用 来 那我在写这个文本工具的介绍的时候 会带入这四页的说明 那这时候我没有用双引号双引号 我直接打字 例如说 好 工具有哪些呢 1 逗点 空格 它就带出 对不对 好 假设我们有 Chat GPT 2 Enter就带2 好 我们有 Google 画 好 这样就好 我文章中呢 在使用时有两种策略 第一种是 我可以透过双引号双引号 去找现有页面 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一个Auxillian的时候 它会去捞我现在有的页面 拿进来进行串联的 这第一种 第二种是什么呢 你可以在写书写内容的时候 有带出关键字 关键词 好 例如说 老师要带出ChatGPT 我刚好有一页叫ChatGPT 这个词 所以呢 如果我们在后面的文本 生成的时候 假设呢 好 我给它 呃 说明 好 说明什么是ChatGPT 然后50字 等一下我一直按到那个 贴图 好 50个字 然后我故意哦 好 请它里面啊 内容要重复 付送 是ChatGPT的字 好 这样的内容要重复付送 这位GPT 好 这样的用意是我希望它 诶 当机了吗 好 我希望它一直文本中 有出现那个词啦 知道吗 有 它有听我的话了 好 两次哦 出现两次 有没有看到 好 我们要复制哦 OK 复制回来 之后我们放到这里 回来Obsidian这边放 好 那假设我去HPT 有相关说明 我就把它贴在这里 好 来 第二种是 我没有特别去Tag那个页面 没有特别去连到那个页面 连接到那个页面 可是我的文本中 就有出现相关的关键字 OK 可以吗 好 两种哦 所以我们在写文本 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会有这种做法 来 看一下 当你有双影号双影 就是中跨虎两次的时候 这个东西在图中 它就会有相关了 好 那我们 等会大家可以点你的关联图 你可以看到很多啦 那因为老师的关联图 有一些资讯 所以看起来会很多东西 如果这么大的关联图 你要去找到你那一页 其实也不方便 好 那有一些小招 你直接在这一页中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这一页里面 我要找出跟我这一页 有相关的概念的那些关联 怎么办 你只要到上面的标签页 它功能比较特殊 是放在标签页的位置 标签页上按滑鼠的右键 有一个功能往下哦 叫做这个 开启连结化检视 这一颗工具 那开启连结化检视呢 右边的第一颗 开启目前笔记关联图 就这个 你点它 就只有这一个点 发散出去的 它不会有 所有的那个Map 很可怕 那个全部的Map 看起来很厉害啦 可是你找资料 哪有那么好找 你用这个方法点它 它的观点图会放在侧边来 你会发现 我现在这一页叫 深层式AI的观念说明 就是它 谁跟我有关系啊 我关掉一下 谁跟我有关系 深层式文本的工具 因为我们刚才在 深层式文本工具这一页 有加强 我先把深层式文本工具打开 好 我们在这一页中 是不是进行了这个图案 连结 中夸湖中夸湖 这个中夸湖中夸湖 就会让页面进行串联 所以是这样出来的 有没有听懂 那你看我现在在 深层式文本工具是这一颗 我把另外一个 加号 加号 用页面增加的方式 再把这一页打开 像是这一颗在这 所以你就会发现呢 原来它们的连结观念是这样 也就是由 深层式文本连到AI观念 有没有 深层式文本这一页 连到AI观念 这样会不会 那如果你现在再加一页进来 例如说刚才的TrackGPT再加进来 这个是TrackGPT的 它现在没有在里面 可是如果我在工具的地方 工具这一页 我们刚刚有说 只要写进来的就不算连结 但它会抓到 但它不算连结 如果老师希望这一页也要连过来 可以连到TrackGPT这一页的时候 我把这里加双银号双银号 就是中花壶中花壶 然后我们去找 TrackGPT你可以打字哦 CHA底下就会自己出现了 你看旁边出现了 线就多一条了 把这一页放进来 好那这一页放进来之后 它就连在一起了 球球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我现在就会是在这一页 深层式文本这一页是主页 因为我可以连到这一页 也可以连到这一页 连到这两个 所以它会连到这两位 那如果我们现在是在次页面中 这一页是被人家连结的啦 所以它的点点就比较小颗 如果我这里也把它连回TrackGPT 你看哦 好 深层式AI的观念 这一页 来老师这边再把它连回去TrackGPT 好 两下 TrackGPT 好 你看看这边 因为深层式AI 这里 观念说明已经跟它有关联了 所以我现在这一条在连 它们两个不会再穿一条线回来 它如果再穿一条线回来的话 线就太错综复杂 所以它们已经代表 这三个是有相关性的了 有没有听懂这意思 所以在连线的时候 你就记得它是用中跨虎中跨虎就好 好 连线的时候用中跨虎中跨虎就可以了 它们会穿在一起 好 所以这是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网路上看到 这么可怕的一张图 原因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这样有没有听到 它这样做出来的 那您看我们回来检查 哇 这个关掉 擦擦掉就好 侧边两个关掉 我们刚才做的在哪里 就在这啦 您看这边 深层式AI观念说明 文本应用工具 然后刚才连到的是TrackGPT 它们都有相关性了 那这两个独立的代表我没有连线 我在cloud.ai跟mattdown这两页中 没有跟别人有连 或者别人没有连过来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你就会看到 它们的树状结构是这样 那这个真的很好用 你可以呢 自己抓几组的关键字有相关的 然后你在增加新资料的时候 像如果我可能看到TrackGPT的应用 网路上超多应用方法 我找到一个A应用 我觉得好用 我就拿进来 然后呢我可能有一页是TrackGPT的 基本观念 或是操作方法 我就让它应用连到另外一页 那我是慢慢的每次都收集 收集收集 后续我想要讲 TrackGPT这个主题课程的时候 我只要进到我的图像 然后呢 你看我的动作 我把这个都关掉一下 我先都关掉 好 我进到这张图像里头后 我就可以去挑我的这个主题 例如说我想要讲它 我点 它们相关的资讯就会带进来 好 这个可以搬家啦 这样 这一串 没有 这很好玩 对 这一串在这里 这知识点在这 然后它们还是有相关的呈现 有没有 好 老师如果点哦 点一下哦 点 我就会带出这一页了 然后带出这一页之后呢 最重要的是 右边的侧边栏 这要开哦 这一颗 侧边栏你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就可以从侧边栏 得到更多的详细资讯 因为我在期间陆陆续续收集了 对不对 所以我也可以在这里面 一样哦 刚刚教过的 除了侧边栏显示 还有一个小地方显示 右键 刚才教的 开启连结化显示的 目前笔记关联图 我会把这两个打开 好 侧边栏就是两个东西 那这时候我就会知道 好 我这一个档案会跟这四个工具 有产生关联性 看右边 右边的第一颗 深层式文本的反向连结 是它最厉害的功能 好 这有一个外部连结 别人连它的 外部连结的 这叫反向连结 反向连结是它在网路上 如果你要看大家介绍它 最好用的工具 就是这个反向功能 那反向连结就在这边 我们刚看到这个图案 箭头往里面叫反向 往外面叫开启对外连结 反向连结的意思就是指 我现在啊 在这一页中的 这个深层式文本的这一个档 不管我连到谁家 我连别人的话 就是我连出去的 那叫做外部连结 所以你看我往下滑 我是不是加了这三个外部连结 这个三个外部连结 就是连出去的 可是我们在这一页中的知识呢 最重要的是 我其他页面有没有跟它有关 像我们如果用其他的笔记软体 你很难去找到这些相关的知识 它们的脉络你找不到 因为它每一个页面都是拆掉的 而Obsidian是这样 如果你有加了连结功能的 别页有跟它做连结型的 它会放在这里 叫做以连结本笔记的档案 意思是什么 我在深层式AI这一页中 我点进去哦 我在深层式AI这一页中 我写了深层式文本 看到没 我有串联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回到深层式文本时 我们再回来哦 深层式文本这一页就会有 这是外挂好 等一下再讲 好 这一页它就会有 以连结本笔记的档案 别人连我的 有没有听到 别人连我的 OK 所以它的图案会是往内的 好 然后再来比较厉害的是它 未连结哦 但是你有提到我的 这一个 这个我很喜欢用 因为我们在收集的时候 像那个 我之前早上 我早上有讲那个 其他场次讲 深层式AI的一些相关应用 有一个观念叫对齐 对齐的概念 对齐是 它是一个名词哦 它是一个技术概念 本来我在看AI的这些工具的时候 我有看过它这个词 有人讲过 但没有很清楚 我没有不以为意啦 但是我就是把它讲的文本 贴过来到Obsidian里面 然后后来我突然发现 哎 奇怪 为什么这几个档案中 他们好像都有讲到对齐这个字 也就是说我在 A的评论 或是B的评论 或是C的评论中 我发现在旁边 有所谓提及的概念石 你可以打开它 像这一个 ChairGB提及我的是什么 提及我的是深层式文本 然后呢 因为有些是标题 它是跟标题有关哦 就标题类的 它有提及到 我想说 哎 奇怪怎么好像有提及 对齐这个东西跑出来 然后对齐这个字 然后就觉得很特别 我就回去查找 我才发现 哦 原来对齐这件事情 在我的深屠上面 它是一个技术 它会先让文本跟图像 去做比对 在文本是这样 就是在图像生成是这样用的 那它如果是在 生成是AI中式 我一开始在问问题的时候 你先问它 知不知道这个知识概念点 例如说我们要做创意 计划 那我会先问它说 好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陶瓷保温杯 它就会跟你说什么是陶瓷保温杯 它讲出来那个陶瓷保温杯的观念 是不是跟你想象的陶瓷保温杯是一样的 如果是一样的 你才可以再继续问它说 好 如果我要针对陶瓷保温杯来进行文案的设计 那你可以给我什么样的建议之类的 可是如果在前面这个叫概念对齐 你的概念如果不对齐 例如说你问它什么叫陶瓷保温杯 搞半天原来它讲的陶瓷保温杯 跟我们真正的食物上用的那个陶瓷保温杯 是不一样的时候 哇 它的概念就没有对齐了 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点 就开始问它问题了 你根本没有确认好它到底懂不懂这件事情 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像很多学生就会问我 院学老师你知不知道什么什么软体 那我如果知道 我才有办法跟它聊下去嘛 如果我连那个软体都不知道 我是要乱讲是不是 听懂我意思吗 这叫概念对齐 然后后来我就是因为 这样的方式突然发现 它怎么会有这个词 是蛮特别的 好像有曾经出现过 有些标题会有出现嘛 那我去找了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还有这个技巧在里头 就是要先对齐 所以它的这个观念 就是所谓的反向连结 你可以透过字词 去知道说别人跟你的相关性是什么 这样知道吗 那它是这样你看哦 如果我打001我先全部更新 OK好它就不出现了 所以它分的是什么 它是找你的大标题 提及是大标题 提及这件事是大标题 记得我刚动了 提及是大标题 所以标题里面 如果人家讲技术文件 有讲到这个应用的时候 发现的它就可以放上去 所以因为它是走标的 你就不要在里面放太多 一个卡片就一页 放太多知识量 你可以把它切割 切割 切割 所以它就像刚才那个卡片 笔记盒一样 它是个零散的 没关系 因为它会去认你的标题 这样知道吗 你不要把它想象成是档案 一次给它好几 好多好多字的文本 直接上去 不是这样用的 知道吗 它就是零散的一小段 零散的一小段 然后去把知识串联起来 所以这个很好用 拜托要学起来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提及但未连接 这叫反向 然后有连结的 然后再来是你跟谁连 所以它这边真的好清楚 从这边就可以知道说 每一个档案之间的相关性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点 又可以马上看到这个知识点 点 又可以看到知识 点 又可以继续点 意思类推 好到目前为止 你们还在吗 还可以吗 对 它比较 比较没那么的容易上手 OK 所以这是我们在 建构它的一个大方向 你只要把握这个原则 慢慢的把资料key进去 然后该提及 该相关 你可以做 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应用 就是有一些关键字 你自己要把它抓出来 打上去 连结过去 它就可以串联在一起 所以这是Obsidian 会让人家 觉得非常有魅力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个功能 非常可怕的一个关联图 每个界面要关掉 就是都在上方分页 好 然后它这个关联图 我有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它有一个时间推移功能 这个时间推移功能 我第一次看 我想说是什么 你看你点它 它竟然可以让你 呈现你当初的 知识的 怎么串出来的 您看得懂吗 那它能干嘛用 就像老师讲的 我在背深层式AI课程的时候 每天都有新功息 或几天就有一个新的议题 甚至改版 那我在key这些资料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 先什么 再什么 先什么 再什么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境发现 我看那个推移 我就知道说 哇 原来眼镜是这样 先有什么什么功息跑出来了 然后再 现在又跑到什么什么应用 你可以从这地方看到 你的知识点的堆叠 蛮好玩的 所以这个是按这个星星 仙女放图案 它就这样跑 然后网路上有人把它做成影片 就是把它录起来变成影片档 丢到网路上 然后每个人都说 这个好厉害 我怎么做出来的 亲爱的 要做出来可辛苦呢 好吧 你前面光是这些资料的建置 你就要花蛮多的时间 好 所以这是一个大方向 OK吗 你们还可以跟上 有问题可以丢 没有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一并的来回问题 好 那你们就开始慢慢的去玩它 那第二个重点是 Obsidian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有好多的外挂 也就是它的自由度 弹性度非常高 那什么叫外挂 外挂就是 补足这套软体的相关应用 那我去看网路上看呢 哇好几百个 几百哦 不是那几十个 是几百个 超多的 那我这边有挂了一两个东西 给各位看一下下 我有挂它的形式力哦 所以呢 如果我想要看到形式力的话 好右上角的侧边栏打开 这是我挂进来的 这是外挂的 那你挂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去看今天是什么时候 因为你在写笔记的时候 可以知道日期 或是你可以加注你的 新增日期啦 更新日期啦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笔记的部分 大家是可以去打开它 这是一种啦 然后还有第二种是 我也觉得很实用的 我等一下教你们怎么挂 像例如说 我现在写这些资料的时候 我在写的过程里 好那我是不是有挂 我用这个好了 好我有挂了这几页进来 对不对 这几页 或是连结 那当我挂了这些资讯进来的时候 我们如果要看这里是不是点 它就跑到这一页了 它会跑来跑去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变成你要加分页 假设我加分页 然后把这个文本交进来 去TRAGPG在这儿 然后我的刚才的 好这个Google吧 这个微软的在这边 是不是它在分成分页 所以你在查找资料的时候 你就要分页去看 但它们其实是有相关性的 那我刚刚有教你们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 我把那侧边缆关掉 我们可以透过上面的分页 右键 右键 这就是可以分割 你可以分上下跟左右啦 这样分割 你就可以分割后 左边看右边看 然后你在观看的时候 你这边可以换页面 这个就可以这样看 或者这一页可以这样子看 好那它还有一种情境是 右上角这个书本 是可以编辑模式跟打字的 那我像我如果在打MATAM的时候 我会出现MATAM的语法 我希望看到的是左边 MATAM写完之后的样子是什么 所以我变成我这一页 要调整成两边都同一页 可是我把它调整成两边都同一页的时候 我要动就不是同步的 我这边动 它这边不会动 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同步的话 你看喔 它有个同步功能 在上面的分页一样喔 标签上按滑鼠的右键 好标签上按滑鼠的右键 它这里有一个工具叫做这个 与分页连结 它名字有点改喔 这个 好 在这里按右键 与分页连结 就是说我这一页跟这一页的资料长得一样 它们动的时候会有连动 会有连动工具 好 所以我点与分页连结后 你会发现它有这种图案有没有 好 来这样点一下 它就把左边跟右边都盯起来了 那你看上面 这里 你们看一个铁链图案 代表它盯起来了 然后盯起来之后的优点就是 你可以一起动了 在查找资料参考的时候可以一起动 一起动的好处是像这个 像我在打字的时候 我想要确定它打完了是mada的格式 例如说我打一个 好 1 到点空一个 我这个地方就可以显示 直接看它结果有没有是刚好的 所以有时候你在打mada的格式的时候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可以知道说它是不是相关的 那 这个多的 我先把它删掉 这样听懂吗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 及时的检查 上下调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但这个就有点类似分割视窗嘛 你不一定要连起来 你可以让它打散 我先看前面 这个再看到后面也可以 好 但是这些都还是仅限在窗格中 因为它的窗格就分左右或上下 好 我把它断掉 断掉移到上面右键 好 取消 连结分页就拿掉了 好 这时候就分开了 所以我可以分页分开的看 好 那后来我做了一个 我找到一个外挂 这个外挂就还蛮好用的是 它可以让我直接让我在这一页观看的时候 我把这边来关掉 右键先关闭 OK 它可以让我在这一页观看的时候 把其他相关页面变成浮动式窗 直接修在上面 我觉得这个不错 你看我碰到它 然后 我记得 我的工具有开吗 好 就是你点它后 我等一下看一下我有没有开启我的功能 好 就是你等于是你进来的时候 它已经跑走了 来这一页 就是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点它后 它就可以出现独立的视窗 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独立的视窗 好 我们等一下跟你讲它怎么开启 就是你点它后 拖出来 不对 老师好像关掉了 好 这样它就可以让它出现独立的视窗 像我们刚刚前面的有一两页有出现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外挂到底要怎么挂 挂完之后要怎么用 好不好 来 那外挂在这 您都要到它的左下角 它左下角的设定图案 这边 这一颗 好 左下角的设定图案 你点进来 点进来后 我们刚刚有介绍您外观在这 然后它有分成两种 一个叫核心外挂程式 核心外挂程式就是它里面内建的功能 好 那像刚刚老师教你们的 反查这个 你可以把反向连接打开 这个是关掉 这是打开 你可以把反向连接打开 这个蛮好用的 然后再来往下滑 这些是内建的啦 对 那像如果我不写笔记的 每日笔记不要 我就是自己建构 这个可以关掉 因为它左侧有一个每日笔记功能 那可以关掉 所以这是预设的 好 那画布如果不想用也关掉 这是预设的 知道吗 好 那我们要的是额外提供的 那额外提供的话是在第三方 这边 第三方的外挂程式 好 这可以关 开 所以老师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形式力 那一个是那个滑鼠移过去的 知道吗 这一个 好 那如果是形式力的话 要怎么做 你看它的外挂真的超多的 往上看 它这边有个叫社群外挂程式 在这里 好 社群外挂程式是它提供第三方的 有很多高手 真的是超厉害的 它可以做好多的应用在 写笔记的时候用 所以这个只能要去网路上查找一下 或是看有没有人家推荐 不错的 你再把它拿进来用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们怎么用 你看我点它 浏览 这些都是外挂 但我们可能会看不懂 它的一堆英文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去网路上看 人家会跟你说 什么外挂好用 那目前有一千多个 一千多个 好可怕 好 如果我要形式力的 来 我就打形式力 它会跑出来 这一个外挂工具 好 你就点外挂 点它 点了后呢 你可以从下面是预览 它会跟你讲说 好 我现在在预览的时候 我旁边就是出现这个形式力 所以这个很单纯 它就是外挂形式力 了解吗 那你就可以往下看 说明介绍 没有问题以后 你要装 上面就有个安装 那佑老师已经装过了 就是 它会呈现已安装 如果我们看这个好了 这是什么 OK highlight 就是它可以让我的字 打的时候反白进行highlight 好像还不错 好 来 我们把它挂进来 按下安装 点一下就好了 安装 它就开始安装 好 等它安装完后 我们要启用了 启用 好 我们回去 关掉它 启用就是这个 如果你没有 你装完之后 没有启用 它就关掉 对 你装完之后 你还是要自己 手动来启用它 知道吧 好 那你不要的话 你就是丢垃圾桶 就可以删掉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外挂 这个外挂的话 我老师把它关掉 好 再来呢 我们在这个外挂工具里面 可以做什么事情 例如我们要反白 假设这个反白它放开 它有出现吗 哦 在这里 右键 那每一个外挂的使用方法不同 像刚才的形式力 它就在侧边栏 你要去找到侧边栏后打开 然后像这个就是highlight嘛 那我猜啦 highlight应该就是在右键 所以老师刚就直觉按右键 它这边就有highlight工具 你就可以去画颜色 它就highlight 其实比打那个字更方便 有没有 不然你打那个字好辛苦哦 对 所以用highlight的方式 就可以快速的带出 你想要的 右键 如果你不要就移除 要就点这一颗 它就会出现 那好多颜色哦 点一下就可以帮你画重点 比我们刚才打那个 等于等于的速度上来讲 会再更快一些些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一些 文本的应用 好那等一下我的 我让它开分页的 我看这个是不是 在这里open 好这就是我们讲的 第三个那个外挂 我这页刚好是空的 我们用微软这一页 它这边有一个 移过的edit 就是我的 另开新分页的意思啦 所以老师现在移到它身上点 它就会另开这个 那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刚讲的 如果你是在上面是分页型的 它是不是在查找资料就不方便 可是如果像这种 我就可以放在旁边 然后呢 去Igbt右键 开启它 这是外挂哦 它就可以放旁边 我就可以透过这边去看 我这一则资讯是什么 这一则资讯是什么 然后再把它集结起来 变成我要的结果 我很喜欢这个功能 我觉得它很好用 它在让我整理资料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方便 OK 到目前为止你们还好吗 我觉得是不是会听不 跟不太上 好 有问题可以问我没关系 有问题可以问 所以Obsidian它跟其他的笔记软体 它真的很不一样 是它很重视内容文本 你们发现 它不再重视那些美观的东西 或者是说能不能放多媒体 不是 它是以文字为主 它不是以那些媒体的呈现方式为主 所以你就会发现 在使用的时候 很重是在文字上面 那一页一页一页的独立的文字 去串联出来的 好 OK吗 你们练习一下下好不好 我喝个水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跟不上吧 还可以吗 OK来 那不好意思 没关系我们课程 影片可以再回播 所以你们可以再去看回播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看一下旁边这里 那旁边这里 我把这个关掉了 所以这个外挂 我建议老师们可以去挂一下 这些外挂真的不错用 那它放在这边 齿轮 第三方 上面的社群外挂 那我现在挂了三个了 那你就可以按浏览 再去找其他外挂 这外挂真的超级无敌多的 就是可以 像它你看它有这种新制图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怎么写 它可以在里面挂上去后 你看画新制图 对吧 这个 它就可以在里面直接把新制图内迁进来 所以你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看一下 要怎么样去把新制图放进去 它有一些教学啦 可能要自己再研究一下下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每一个外挂对我来的都是新的 所以我都是要去研究说 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那有没有办法可以合在一起 这边就可以自己去看 那是icon吧 图示 你看变图示icon 它的自由度很高 什么东西都要挂 才能够用 那你就挂进来就好了 而且它在这个画面挂 都是合法授权 对吧 它们的官网上面 应该是它们的软体上面 直接挂进来的 所以比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都是检查过的 你挂进来比较不会说 让你的整个档案挂掉啦 或者是说软体影响到不能用等等 我觉得不会 因为它至少这外挂上架了 都是应该有经过合可的 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外挂工具 好来 所以这是以上我们在使用 Obsidian的方法啦 那我知道每次要打matton这件事 真的很有压力 或者是说哇那个有点花时间 那有一个小技巧是 其实你们可以把它做成模板 好做成模板 那模板的意思是指说 例如说像我自己有做一个模板 像这个 我每次只要去查找一些 网路资源来源的时候 我就不用自己再重打字 只要把这个模板呼叫出来 呼叫出来这个模板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去写 就是用模板的方式 它马上叫出来 就是有这个字都写好的 我就在上面就把资料 keykey讲就好了 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做模板 那模板的用途是这样 旁边这有个插入模板 点它后你就会看到你的模板 点了就会放进去 好那它的逻辑上是这样 你要先到设定里找模板功能 好那如果没有出现模板的话 我记得它预设是开着的 好你把模板打开后 上面的资料夹 打一个字给它 那一般我是打模板 你就打模板两个字就好 那打了模板两个字后 关掉它 还要在外面新增资料夹 新增一个模板资料夹 也就是说你这个模板字 只是跟它说 你的模板会放在这里 但它不会帮你开 所以你只要加一个模板的字 进来就好 然后呢自己开一个资料夹 在里面放模板 好那假设我现在开一个页面 当成这个页面是模板 好这个是例如说我的来源 是由书籍好了 我要去找很多不错的书 那就是书籍 好书名 我希望我这边要记得要打书名 再来呢是书名 然后例如说 ISBN 作者 出版社 好连结 把这些栏位都打好 知道吗 然后该有的这些mattam什么的 该写的就把它全部写好 写好后呢 记得把这一页 直接拖曳到模板里就好了 这一页就变模板了 它就变成模板了 当它变成模板后 好我们以后下一次哦 如果我最近可能有一个新的书的资料 我要放进来 这时候呢 您就可以这么做 到左侧栏的倒数第二颗 它叫做插入模板 插入模板 点一下 好这时候你就可以选到这个模板了 它就带进来了 它会插入进来画面中 知道吗 好那您记得哦 插入模板这件事情 你给它一个新页面 例如说我现在这个新页面 我就可以插入模板 好我录资源在这儿 或者 出名 听到吗 这个模板是你写好的段落型的 它不是整个页面放进来 知道哦 它是一个段落区块的 你就可以呼叫它进来 然后就在上面 例如说三条线 加注 有没有 就可以开始去做很多的资料 这很特别 对很少人有这种东西的 好像是可以这样加进来 所以 Obsidian 真的是一套很独特的 自己走自己的路的笔记软体 所以如果你要跟我说 老师它跟哪一套像 没有人跟它像 目前你们手上 在市面上这些软体 但有其他国外的 还有一些产品 可能也跟它类似 可是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Obsidian它是比较独特的 但我觉得它在学术研究 还有把我们脑中片段零散的资料 集结在一起 它真的很好用 好那我今天或许没有让你们操作 因为时间也很短 老师想把它讲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但你今天的影片回去好好的重新再念一次 好好的跟我的动作再做一次 相信你们会觉得Obsidian真的不错用 而且我讲的这一个小时多的时间 你们就不用再花时间去找其他资源了 就直接看这个影片把它看熟看会 你就会用它了 这样了解吗 如果想要再玩一些更多的外挂 或是一些比较花俏的技巧应用 网路上教学很多 你们可以去看 但要记得因为Obsidian它的软体会变 它有在更新 所以有时候你们要看人家网路教学的时候 一定要看日期 那个一年前两年前的就不要看了 因为它的界面跟现在完全不同 很多地方都改了 所以初学者可能就不太建议 尽量找半年内的影片 这个时间点可能会好一点